今天去新商場板田萬科廣場 最方便坐10毫線 福田口岸粉紅色 一路上到五黃 再轉一轉這個5毫線去板田 D出口 板田 Let's go 在板田站D出口 後面有一個黑麵皮爐 在商場地標 其實是一個十米高的戶外雕塑 其實是一個荷蘭藝術家所設計的 看看這個牌子 商場入口就向那邊走 這裏入了 因為現在剛剛開了 要經這條路走進去 這裏就封了 D出口 在地下這一層 我們在這個位置走進去 左手邊有華為 前面有沒有看到呢 星美樂 星美樂 向前走 因為現在仍是事業當中 有些店舖還未開 這個位置其實走出去很漂亮 有些樹 待會我會上二、三樓拍就會更漂亮 不要走外面 進去 左手邊有一間 Dudis 右手邊是Vargas 旁邊賣眼鏡 在這裏直走去 這裏也有一間Nike 這裏也有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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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裝的店 Bunners 旁邊有一間 朝霞 賣和用品 各樣 服飾 眼鏡 很多 有一間 2way 都在潮服 年輕人就對了 這間買鞋 來到這裏 有兩間都是賣車的 這間 叫做 樂道 另一邊 極樂 這場其實都幾多 下面 B4 B3 B2 都是停車場 B1 又有超市 然後 上一樓 潮服香水 二樓買衣服 三樓都是買衣服 有童裝 4、5、6 都很多是餐廳的 所以這場 其實都幾夠 一天 今天午餐 我決定來這間 桂滿龍 因為我都未幫襯過 但我知道深圳很多人 都來開玩 都是幫襯在桂滿龍 這個是最近新開 這個店 我來試試 平安金融中心那間 經常都爆霧 今天這裏很容易有位 它這個全部都是 大家看到怎麼煮的 這裏就是 坐的地方 這個就是炒脆扇 我們就叫了這個 黑胡椒烤 胡椒 叫化雞 這裏是頭排菜 你看它這個盤 這隻腳 是單腳碰 很有趣 現在服務員就幫它剪開它 這裏有一盤辣辣的 應該是 剪這隻雞的 已經剪好了 嘩 裡面有很多雞汁 真的很酷 這個就是 竹糖嫩春烏雞湯 這個就是烏雞 湯也很清 在大眾展示範 打卡收藏 就送了這杯 雙油汁 這個就是 白肉 豆腐甘 我們甜品 叫了這個 五人紅糖麻糬 很醜 看它的樣子 我應該喜歡 這餐吃完了 總結一下 總之 那個雞 它的頭排菜 真是 滿意無窮 吃完 都想繼續 不停地吃光 所有的食物 我都滿意 鮮又好吃 我叫了那個 就座也很滑 各樣服務都不差 因為它很新開 所以暫時沒有那麼多人 又不用排隊 這個我會再來過 試其他食物 現在我身處六樓 這一層其實 全部都是吃東西的 這個就是 錦野橫甲 也是燒烤野 蛙來達 前面有萬格 布菲的食自助餐 這邊呢 又有雞煲 鹹魚 六樓其實還有一個 是唱K的地方 但好像還未開 我覺得 因為現在剛剛事業 這個場是9月26日才開 現在開了幾天 所以有些東西 我覺得它都未完全準備好 下了五樓 又見鯊椅 酸菜魚 桂滿龍 我剛才在那裡吃了午餐 還未開 元氣壽司 喜歡夾公仔 就來這裡玩一下 猜不到這裡也有一間優子 這間是寵物的店 嘩 很多貓貓 你看 一隻二隻 在那裡玩 出來了 裡面有些很小的 全部都 這間茶月山 是潮山的 飲品 甜品 水行咖啡 差不多每個場都有 茶救星也有 這裡喜記的火鍋 還有一間肉製 也是燒烤的 但這個還未開 影城還未開 這間叫入圍村 專程米線 過期米線 環境也不錯 這間叫做房日記 是吃桂林菜的 桂林菜原來是有陽索的金牌啤酒魚 有些特色 這個遮火 遮遮鋪 這個泰香米 泰國餐廳 走到這個位置 中庭 上面是梅 KTV 這個也是受啟宵的自助餐 這間 都很大間 這個呢 又有筍火鍋 這些也是打遊戲 遊戲體驗 邊境控 又可以來這裡順利幫襯 一間通透堂中醫 這間玄石牛扒 我也幫襯過的 在另外一些商場的分店 都挺不錯的 又有雙辣辣 麵炒 黃牛肉 我覺得比較辣 這間叫做卷卷春餅小館 都有一些小炒 就是吃快快的快餐 但是食物我看都不錯 很多選擇 有經濟實惠 環境漂亮漂亮 很多商場都有的 客令並實 譚鮮 這個魚鍋 我覺得很棒 都很好吃 現在新開 哇 這個電視正在拍他們的魚鍋 都挺有特色 哇 下次又可以有機會來試 西貝 好大間 竹居潮傘菜 前面又有客羽 這間是吳莊 這間是吳莊 等位區都挺漂亮 好了 下到四樓 這裡首先看到有一間龍監技 這間又是夾公仔 其實這層都多東西 這裡有一間八合里 八合里後面有一間雲山櫃 應該是要走出去的 這裡是Helology 剪頭筷也有 想吃順德菜的 這裡有一間尋尼職 在這間順德菜 旁邊看上去 有一個area 這個範圍 就是很多小朋友可以在這裡玩的 應該是下面那層 仍然在四樓 這裡有一間Polo Walk 這邊七排 Jet & Jones 都是賣衣服 可以在這裡逛街 賣藍裝的 梨郎 旁邊有一間野莓 冰點火鍋 來到這裡 就是賣服飾 這個 又有賣運動 服裝 回力 右邊有一間安達 這裡又有一個中庭 左邊就是一間特步 特步挺好的 賣的跑鞋都很漂亮 不錯的 中庭位置 這個四樓 因為我繼續走到另一邊 這裡有Sketchers 九幕王 這個海蘭之家 這裡也有很多山脈 這裡也有很多VR 宇宙樂盟 這些地方玩的 向著這個方向 另一個 尾尾那裡 就是西塔魯太太 現在都在深圳 都很多人喜歡幫襯 在西塔魯太太旁 就有這個 中國國家地理探索的館 可以現場投票 價錢表就在這裡 想吃脆肉丸 這裡有一間脆先生 很多食物 有魚鴿 有魚鴿 還有其他火鍋 還有其他火鍋 還有一間醫療美容的店 來到三樓 三樓其實都是很多女裝的店 這裡有一間Green Party 這間三有十 很可愛的名字 現在正在做九折 這邊也有好幾間女裝 這間很大老 葉豐 Hot Wind 很多女裝的服飾 現在這裡 這個場是新開 所以很多開業 例如減價 這間Baby Care 又有巴拉巴拉 都挺受歡迎的 這間大陸 升制傳奇 好孩子 寶貝仔衫 真是開業 很多花牌 這邊全部都是小朋友 好色 這邊也有 來到這個位置 空洞一點 走過去 起鴨圖兒童手工 很少這些商場有這麼大的 池 很有趣 另一個角度看 在這些地方學一下 手工 小朋友都挺開心的 我在三樓 Green Party 這裡 走過去 走到過來 有一間宜德加 宜德加 其實買的家居用品 各樣 真的很應有盡有 因為我知道KK-1 KK-1 KK-1 全部都有 現在這個 又是新開的店 我進來 現在發現一件事 很容易暖暖和和 玩手機的無尖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發現 有時在床玩手機 整天的手腳 如果冬天很冷 都不知道怎樣 蓋了多少 這個設計 簡直一流 頭肩出來 然後手 可以玩手機 很窩心 很窩心 名字是手機無尖 黑濕發熱 都是199 在宜德加 試一試 然後 走出來 這裡有一個健身的地方 我們走到外面 走出來 看到 對面有一間 越有空 飲茶 這裡 下面 很多東西準備中 下面 中庭 也很美 下多一層 會更美 下到二樓 二樓 這裡有外架塊 全面時代 這間山靜 挺舒服 很多人坐著喝東西 隔壁 隔壁 就有一間 這間 是雙菜 不過現在 應該下場 二樓 這裏也是多女裝 有BELT 買鞋 手袋 哇 Beauty 衣服 酸紙 賣頭飾 各樣 這間 賣香薰 這間 雜誌社 賣女裝 挺有格調 少數 這裡 也是女裝 走到最後 就是有UNICO 這個Jangles Market 這裡側邊二樓 可以走出去 拍到很多樹的位置 走到出來 我看到有一間叫做 三的山 內面 是貴州鮮辣湯火鍋 這個貴州鮮湯火鍋 挺好吃的 我曾經光顧過另外一間 也是吃衣類的鍋 非常美味 今天就不試了 有機會再試 紅貓火鍋在前面 對面仍然有很多茶飲店 有茶 Molly Tea 還有一間生皮麵包 前面有一間雞 哇 這裡 造型也不錯 有隻猫仔 我們走前一點 看下去 你看樹 也很有特色 非常漂亮 但現在仍然很多工程還未完成 所以 你看 這裡攔住了 我也走不上去 很近 不過值得欣賞 這個 在這個熊貓 抗火鍋 一直走出去 看到有隻貓嗎 是一隻雙爛腰的貓 我們近距離拍攝 還有一間 蠔豪先生燒烤 拍一下貓貓 先拍一下貓貓 貓貓 身軟腰的樣子就是這樣 看完貓貓 走回來 這裡入口 旁邊有一間專賣 就是 魚齒 即是賣 關於 口腔 牙齒用品 口腔用品的店 不過我沒有進去看 在這個門口 二樓這裡 我們走回來了 這兩邊 我不多介紹了 因為都是金袍 走到尾 周大福這邊 又來回 UNIQL 這個位置 我們拿了B1 B1 有糧品舖子 這些店 肥真香 又有手機 這裏 還有潮品 那些小朋友很喜歡 進去買公仔 前面有吳蘇生 有糕點 這裏 大家都很喜歡 我知道 Kumo Kumo的芝士蛋 野人先生 冰肥林 這裏有賣壽司 前面有眼鏡店 在吳蘇生旁邊 這裏有小米 有幾間 有賣茶 茶活龍 又有眼鏡店 在吳蘇生的另外一邊 就有一堆吃東西 輕食的地方 冰粉軍 大佛蘭 老碗匯 這些全部都有 巴蜀 熊貓 牛肉露菜 走到尾這裏 都有一間 召妓 中國品品 這裏呢 霸王茶几 這裏呢 又可以走出來 出來 風亭 我們看一下 剛才拍的那些樹 都幾grand 這裏 如果不是太熱 在這裏坐出來喝東西都不錯 在這裏呢 也有啟茶 煮豬公 好 又進去了 進來呢 又見見小麵 茶堂 手炒 中豬奶炒 雞翅包飯 茶理二世 然後呢 沙串 煎餅道 又離開 Kumo Kumo 在Kumo Kumo 看到嗎 一路直行呢 其實有一間合馬先生的 其實大家看 好像這裏一塊那裏一塊 其實下來 在現場 就一點都不懶行的 很容易找的 所有店舖都 這間合馬先生呢 以我可知 是很大間的 那你看一下他呢 這個是 板田晚波廣場 這個店呢 就是10月9日才正式開業 但今天呢 現在是事業當中 都要遊去看看 這場呢 有成15萬平方米 有成300多間商戶 那麼 那呢 餐廳就大把了 雖然說現在是事業 但是呢 都很多餐廳選擇 又不用等位 哦 又多冷氣的地方 又沒有太熱 都很值得大家來逛逛 好了 這條片 今天就來到這裏 跟大家說聲 拜拜